马来西亚沙拉欧月的胡椒是世界第一名的哦 一定要买 真的不太一样 这个东阳酱酸酸辣辣的汤真的也不错 拉萨酱也是很多人喜欢可以买回去煮 肉骨茶一定要带的啦 放一点蒜头跟猪骨 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沙巴的手工小辣家 非常的辣辣得很够味可以带一瓶 这个七滴酱是甜辣酱万物皆可沾啊 喜欢马来西亚口味的可以买一些这种罐头回去 一打开就能吃了非常的方便 泡面方面 咖喱面啊白咖喱啊东阳啊都非常的受欢迎 也可以带几包回去哦 沙拉越的干拌面就是干捞面也非常的出名 带几个回去吃也是不赖的 马来西亚的咖啡真的很好喝 因为他们适合咖啡的民主 随便一包都非常的好喝 印度拉茶也是不错的 巧克力产品也是必须买啊 每一个都非常的好吃 这款牛油饼干也是很受欢迎的哦 百分百的水果卵糖一定要带的啦 非常的juicy哦 这一款面包也是受很多人喜欢 里面的斑南口味更是很多人爱 美露产品是他们这里的国名品牌 随便一个都非常好喝哦 这一款的调味牛奶是我的最爱 丽宾娜酸酸甜甜的 也是他们的国名饮料 可以买一个小瓶的泡好的来喝喝看 这种鱼的零食和鱼皮也是这里的特产哦 这种千层糕吃起来真的是很够味 这个鱿鱼香丝也是很好的零食哦 巧克力榴莲产品就必也买 不管哪一款都非常好吃哦 这一款是古镜的特产米香 也可以带一包哦 这种鱼虾炸成的鱼饼啊 鱼球等等啊都非常的受欢迎 很好吃 这一款花生 它又便宜又好吃 可以拿来当零食哦 这个虾炸酥也是很受人欢迎 这个豆饼也是很受欢迎哦 喜欢吃咖喱的可以买一些咖喱粉回去煮 这里的咖喱粉非常的够味哦 它们的姜黄也是非常的出名 这个是沙巴的大鼻猴 带一只回家吧 这一款起司饼干真的是很好吃 这种糖果也非常juicy哦 咖喱酱是很多人喜欢的 拿回去涂面包 这一款蜂蜜小鱼干也很多人带 这个饼干我超喜欢的 这个也是老牌沙爹鱼 零食也不赖 它们的茶 宝儿茶或者是沙巴红茶 也是非常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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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क不可以て 这个小鱼 汤好像没准备 我刚才肯定是 pleas子 继续